遇害女大生的母亲 周日晚间抵达逃机 沿路痛哭失声 女大生的父亲一旁搀扶 场面相当哀气 马来西亚女大生上周五 在台南遇害 震惊台湾以及马来西亚社会 台南市长黄伟哲周一 再度向受害者和家属 国人同胞致歉 表示会全力配合家属善后 我们也将会成立1029 消耗员安全汇报 针对所有台南市境内的 所有的学校 不管是国高中大学 周边环境包括道路 包括路灯 包括草丛 包括路径 包括治安的巡逻 我们都会要求全面的检视 针对这起事件 台南市警察局长 向市长自行处分 台南归人区警察分局长 则被撤换 调整为内勤职务 常荣大学学务长 校安中心主任 也请辞负责 不过女大生母亲也控诉 第一时间 常荣大学完全状况外 甚至要自己上网 查派出所的电话 追查消息 最最重要是 要把任何治安的死角 给消灭 对于整个处理相关刑案 从报案一直到侦办等等 怎么样子才能避免 在发生像这样的事情 这个都要通家检讨 我们也会对相关应付者的人 做出救责的处理 那也希望各界对于我们台湾的这个看法 能够没有改变 我们台湾毕竟是东亚地区一个最安全 最友善的一个地方 这次遇害女大生的双亲 经由外交泡泡模式 免除居家检疫14天的检疫程序 周日晚间裁检结果呈现阴性后 直奔高雄殡仪馆 预计三日还会再裁检一次 新常人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